字柴TV港股走勢告訴你 上星期五美股上升升了102點 但和今日港股方面都高開 高開130點 不過之後就回軟了 下午試過升過 也回軟 行借方面收竊來說 收窄了 剩25點 收竊報250840點 成家方面都減少了 剩下549億 我們今天嘗試從旗幟方面入手 看看港股走勢會怎樣 看看圖表 大股方面早段高開 高開130點 不過可惜今日收竊來說 微升25點 意思是高開低收 走勢方面來說 其實就不是那麼好 你看到上星期五 高低波幅都收窄 今天來說還高開低收 所以氣氛來說就不是那麼好 有人說以下深國線跌下來 暫時來說可以這樣看 角線會拉拉腳腳牛牛皮皮 除非這樣 如果你看到 連續五日 五日裏面都是 在頂位裏面 拉拉腳腳牛牛皮皮 這樣便要小心 通常來說升上一些阻力位 什麼叫阻力位 這個 我們現在的阻力位 就是這個水平 這條水平線 通常到這些阻力位 如果連續有五天左右 都沒有動力 都沒有再突破 小心這個市場 會有些回套 所以現在來說 只是第二天 大家不用那麼擔心 去到第五天來說 都這樣的現象 要小心點 可能有回通間 應該就走貨了 現在來說第二天 暫時不用那麼擔心 現在 再觀望著它 買貨朋友來說 就不要那麼急 寧願破賣頂 這些位 之後才去買 你說大市方面 氣氛 是否屬於偏好的部份 我們今天來說 在 旗子方面入手 有時旗子方面的波動來說 比較股市為之大 好像以今天為例 恆生指數今天的高低波幅多少點 136點 旗子方面今天的高低位多少 203點 比較 恆生指數的波動來說 是多一點 因為為甚麼 旗子有時 是投機散賣 沒有時 向上的階段 人們有追捧 一落的階段 人們就沽貨 追沽 所以形成的波幅會大一點 所以旗子方面來說 它的變化來說 會比較大洩 會敏感一點 我們今天試試看一個地方 港交鎖的website 留意一下 這個網頁來說 是港交鎖的website方面 我們看哪裏呢 看這個 統計數據及研究 我們看這個 現身產品市場統計 好按下去 你看到這個 有個表 我們找一個 恆生指數 期貨市場 佔有率的數據 好這個 按下去 這裏有個表 挺好用的 看甚麼呢 看看 上禮拜 上禮拜來講 期貨市場裏 十大經紀的時倉量是怎樣 這裏見得到 期子方面 頭10名交易時倉的狀況 佔的比例是怎樣 你見到期子現在來說 長倉有多少張合約呢 有72705張 這個短倉多少 66357張 這幾個來講 是十大經紀加起來的 換言之說 十大經紀加起來 現在持貨 72705張的好倉 多過淡倉 66357張 多多少 多6348張 你說6000多張這個數量多不多 其實我們講比較 如果一張上禮拜 即是前禮拜再作比較 前禮拜 長倉多過短倉 即是 時好貨的人 看淡倉的比較 多多少 多3237張 而上禮拜這部份 有6348張 換言之說 好倉的部份的人 時倉量增加了 即是現在十大經紀時倉 好倉來講 是比較之前的禮拜 好了 變成這個暗示到什麼問題呢 就是 大戶來講 可能現在來說 都轉回 在好倉方面 看升的部份多了 意思方向方面 所以留意下大市升 而這部份 時好倉的狀況 在大戶經紀裏增加了 暗示的升幅來講 會有潛在的力量 我們看走勢來講 同一部份入手 去看那個暗示都有幫助 所以這個來講 除了有時候看圖表之外 看這些數據 對我們有時候對大市分析的方向 有一個優點 雖然你未必稍有期指 但知道這個數據 對於你買賣股票 也好 其實近期來說 做旗子合不合 市場的氣氛 都可以 因為旗子來講 有時候牛牛皮皮都好玩 因為為什麼 牛皮市裡面 稍微炒上落 不過記了一件事 做旗子買賣裡面 遇上節食盤 一旦市如果不是 一個牛皮 而是一個單邊 起碼這個逃生裡面 都安全一點 穩陣一點 所以做旗子買賣裡面 明白到 牛皮市 可以去炒賣 不過遇上節食盤 這是最好的 因為有時候 對自己有個保障 好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